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使教赏迷的比丘们争论不休 有些比丘跟随精通律的法师 其他的比丘则跟随精通法的法师 双方争论不休 他们甚至不听佛陀的劝解 但佛陀知道 他们终究会明白这样是错误的 所以就离开他们 单独到森林的僻静处结下安居 教赏迷的信徒 知道佛陀离去的原委后 拒绝在供养这些比丘 比丘们才明白他们的愚昧 而相互和解 修好 但信徒们要他们承认 是他们的错误 才造成佛陀离开教赏迷 否则不愿再像从前那样尊敬他们 信徒们要他们恳请佛陀宽恕 但佛陀已经离开了 当时又是结下安居的中期 所以那一次的下安居 比丘们过得很艰苦 下安居结束后 阿南和众多比丘就去找佛陀 并且向佛陀表达他们的悔意 同时承认他们所犯的错误 恳求佛陀回去 佛陀就回到摄位城的奇数几孤独园 惊涉的比丘看见佛陀时 就向佛陀顶礼问讯 并且认错 佛陀就告诫他们说 生命是无常的 大家必须停止争吵 不要好像永远不会死亡一般 明白争论使人毁灭的人 停止争论 每于这种道理的人 争论不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